我想在這個陣子講講領祈禱、領敬拜、喚唱、說話如何去領 我們也是領祈禱,例如為人祈禱 你聽到我們講很多愛慕神的說話 但其中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講出神的屬性、愛、恩典 所以祈禱的說話不單是聖禱、多謝天父 講多些神的作為 而這個情況是根據每一個人不同 例如我們集體和為一個人服侍祈禱是不同的 例如說那個人憂傷 我們有什麼神的恩典呢?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說 神啊你知道祂的憂傷、知道我們的憂傷 那你就用我們吧 神知道我們的憂傷、我們的困難、我們的壓力 神陪伴我們的一定會幫我們的 這些都是宣告神的恩典的 根據那個人的情況 譬如祂是需要醫治的 神啊你知道我的身體需要醫治 你關心我們的身體的 你創造我們的身體,你能夠醫治我們的 根據那個人的情況 就講出神的恩典 如果我們領整個聚會的討告 也都會講到神的同在、神的祝福 我這一陣子跟大家去練習一下 讓大家記得一下 可以去講這些說話 即是怎樣去帶領 而我們一樣會去愛慕神、感謝神 一樣會做這些 但我們都會宣告神的恩典 這一陣子大家可以 黑了眼就好像你在領著神 我想說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領敬拜會開眼 其實是有時需要開眼 因為開眼你看到那些人的狀況 他們的狀況有時候他們不專心 有時候他們投入不到 你投入不到 你可以做到什麼 有時候可以有些提示 譬如說 我們一起專心來親近神 我們專心 黑了眼 這是指示 這不是向神說 是向人說 所以我們會有這些說話 即是說有些說話 就是宣告神的恩典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如果經常說 多謝耶穌 哈利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有時候變成空泛 他的感覺是空泛 但如果說出神在這個地方 神在祝福我們 你真是好 感謝主啊 即是有個原因 我們感謝神 自己祈禱也是的 神在祝福我 陪伴我 我很感謝神和我一起 OK 我們現在試試 好 這一陣子 我講一句 你講一句 讓你習慣一下 OK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是愛我們 神你真是愛我們 我們全心感謝你 你是時時愛我們的 你關心我們的 你陪伴我們的 你定義祝福我們的 你就是這個地方 你祝福我們 你祝福我們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讚美天父 我們有個主題 我要解釋一下 就是有個主題 即是說 聖先所講的 都是神的同在 和神的祝福 那你就停留這個主題 如果你講另一個主題 譬如說 釋放我們重擔 那我就會嘗試這樣做 你跟著我講 多謝天父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重擔 我們一切的煩惱 你都知道的 你都知道的 我們有時候 為到人很擔心 為到環境擔心 是神你有出路的 神你會幫我們的 你定義幫助我們的 多謝天父 陪伴我們 多謝天父 和我們一起 你是愛我們的神 你是祝福我們的神 你是醫治我們的神 將我們的重擔 釋放出來的 所有煩惱都可以放下 神你一位輕省的神 你完全輕省的 每一種困難 每一種困難可以難倒你的 每一種困難可以難倒你的 你不會被困難壓住的 我們就可以信靠你了 我們可以放下那些煩惱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天父你真好啊 天父你真好啊 你在不斷祝福我們 我們全心愛你 我們捱住你 只靠你 將我們的煩惱放下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呀 有你真好啊 主呀 我們享受你 我們放下那些煩惱 我們很輕省 好像天使一樣 沒有了重擔煩惱 哈利路亞 讚美耶穌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多謝天父陪伴我們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祈奉耶穌命 阿門 好 好 即是說呢 你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 你可以求神帶領你的 譬如說 你見到那些人重擔 那我們就可以用重擔釋放 如果你見到那些人 好像 不得專心親近神 那我們又去 即是說 在這個相關的恩典是什麼呢 就是神很專心和我們一起 我現在嘗試做 幫助那些人專心的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我們可以來到親近你 是我們的福氣 主要幫助我們 更加專一親近你 你是很專一愛我們的 你現在看著我們每一個 你定義祝福我們每一個 求你幫助我們 放下所有的雜念 所有其他的想法 所有其他的煩惱 我們都放下 我們再一次專注在神的身上 神你真好啊 你專一聽我們的禱告 你專一在祝福我們 我們可以放下這些雜念 全心感謝你 神你是我的一切 神你是我的生命 我全心來親近你 多謝耶穌 祈奉耶穌命 阿門 哈利路亞 幸好 YOU